想通过细胞自食饮食来调理糖调病 首先要学会测仓后血糖 仓后血糖好不好 代表你的药物效果怎么样 然后营养比例搭配怎么样 运动起不起作用 那学会测一吨饭前后的五个点的血糖 因为它代表食物进入人体之后 整体的血糖变化 那第一点是空腹血糖 第二点是仓后半个小时的血糖 叫仓半血糖 那第三点是仓后一个小时的血糖 我们叫仓一血糖 那第四点呢 我们是测仓后两个小时的血糖 我们叫仓二血糖 第五点呢 是测仓后三个小时的血糖 我们叫仓三血糖 这是五个点血糖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给我 如果需要文字版的朋友 我可以免费送给您 针对您有关的问题 给您更多的帮助